今天這篇潮文就是 有些很尷尬的朋友真的很尷尬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覺得 你們身邊總有一些不想認識 自己認識他的朋友 我這位朋友平時做事已經很尷尬 因為大家都是住同一個宿舍 有時尷尬就多多包涵 最有名的就是 我們大家坐在這裡打機 他一下子就掃掉所有電腦 還有每次走出房都要踩我 那麼多隻腳 你自己也不知道 這些只是小眉小眼的事 你可能怪我很小氣 但真的不想讓人知道我認識他 在我跟他上班那天開始 話說我們有一份朋友 有個朋友是兼職的 在馬場工作 自問窮人的小弟 當然馬上留名 沒朋友的朋友也一起回 其實沒什麼的 平時大家都很友善 除了平時他打機 不補血不用忌 在這裡做夢送頭的時候 一上班的時候發現這份工作那麼快 正啊! 除了搬東西的時候就沒有工作 坐在後樓梯玩白貓和P&D 玩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剛巧被我撞正 有馬匹拍賣會 看著馬主在那裡拍賣 不是說沒有氣氛 每隻馬都幾百萬上落 平時賭馬看得多 真正看到這麼多馬和馬主都是第一次 好了,拍賣會 終於有工作了 話說第二天有跑馬活動 員工說有新衣服 然後阿頭就吩咐我們做事 我? 北投朋友? 阿頭? 那呢就... 阿頭就說 你兩個待會和我摺了幾雙衣服 然後我就說 好吧,沒什麼問題 那... 北投朋友就沉思 之後我就想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之後呢 那個北投朋友就說 不懂摺衣服 嘩嘩 嘩,我嗨你伯母 這下真的不行 我們已經全日沒有做過事情 這件是 人家給我們做的第一件事 你竟然一句說不懂摺衣服 如果我是阿頭 何止想大巴大巴 車過去 直接想找個大巴 巴士撞過去 嗨你什麼 衣服都不懂摺衣服 做什麼大學生 但作為朋友我唯有硬吃 於是呢 老闆就說 什麼話 我就說沒事 我會教他的 於是老闆就說 你搞定他 我待會回來看看摺衣服 等他離開後 我跟他說 嗨你真是低能的 有什麼理由直接跟別人說 我不懂摺衣服 你問我不行 於是 北投朋友就說 我沒有做過銷售 不懂有多出奇 原本沒什麼 但這句台詞 加上 他的傻子樣子 我的小宇宙終於爆發 嗨你伯母 你沒有做過餐廳 又會不會吃飯 沒有洗過廁所 會不會吃飯 你明知道我做過時裝 一定會摺衣服 等待會問我 要死嗎 要不死 一開波 就馬上跟別人說不摺 你真是夠膽死 其實罵完他之後 我也很後悔 因為我太直接罵他 但我真的忍不住 平常他房間這麼亂 以為他懶不懂摺衣服 原來他真的不懂摺衣服 我等待頭 走過之後再問他懂不懂 誰知道他的傻子 直接 開櫃波氣功打過去 大哥 你這麼近距離 我會瞬間移動也救不到你 這裡真的夠僵 下氣都不煮 就出龜波 想都沒有想過 感覺我好像幫菲利硬吃了龜波氣功 目的之後 就要跟吳空隻抽 在這一刻我覺得自己比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些朋友 身邊有時候真的想為他 想幫他先罵他 但最後又有很有內疚感 完